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現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 我們要來分析一下這次的道具兌換所裡面的獎勵要換什麼 好 那我想啊 雖然我最近開始沒有看到啦 那個挑戰任務 成就 活動 六周年活動 金幣跟戒指在這邊 那今天除了分析這個以外 還會回答幾個小問題 好 首先 那個有些人問 問說 如果這個卡片啊 不夠怎麼辦啊 引進球員 市場 然後我們就一般球員 然後看你要選什麼東東 滑到最下面自己找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材料有比較多的 這個都太少了 那就是你自己再看看有沒有量比較多的 明星球員這邊也可以 下面看看有沒有比較多的 沒有的話可能也都被掃光了 像這個月中華就蠻多的 像這樣子 那還有些人問啊 啊加四過不了怎麼辦 花錢啊 沒有啦 當然不可能這樣子嘛 加四過不了啊 我這邊用加六做舉例啦 我懶得找加四 我應該有其他的吧 有嗎 沒有 好 不管 就這樣 正常的吃法是高吃低嘛 那個不重要 我們練便宜卡 我們只是要解任務而已 中間這邊有一顆替換 有看到嗎 敲下去 他會把它換過來 百分百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吃加四的這個次數的話 你就把你的三跟四換過來 他就會變百分百 好 然後這個 強化箱啊 有人在問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就是 這個啦 這個 這個 4152637485 這個裡面的 96我沒有 用光了 主要大家就是要拚85跟96 尤其是無課 無課這兩箱會比較難拿 那有課金的禮包刷一刷應該就 會有一點點存量 好 基本上就這樣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 這個 其他道具的部分啊 好 那剛才講到的東西啊 底下我們就不一一回復啦 這個我們就都不談啦 就是 看影片啊 好 那這兩個卡片啊 沒什麼話說啊 就是會多出來啦 啊 你那個模擬打一打 也會多出來啦 多出來就是換球衣啊 換球衣你自己就看啦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去肯定說哪一件比較好 因為兩件差不多 欸不對他們就是一樣的東西 他們只是長的不一樣而已 啊我身邊關不好 我搞不好會叫你換 換那件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好醜 那 你自己決定 那卡片這邊我不談 好 那這個金幣這個啊 這個最後的話 整個活動都過完的話 欸這個先不要優先換齁 你那換一換 沒金幣 沒金幣換這個 這個我沒辦法齁 那個 你跟他們 講這個 我沒辦法齁 沒有說 你可以焊一下去跟官方 五四三一下 多給你齁 沒有齁 你換掉就沒有了齁 因為這個是會超出來的齁 然後還有那個啊 如果有問問題的啊 欸那個 不要 不要問我 沒有資金怎麼辦 沒有卡片怎麼辦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按個指令 就生卡片給你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那獎勵部分的話 這個 我自己是換這個千加六 然後獎勵包 跟這個 跟這個什麼啊 那個 藥水啦 啊 那主要我換這個跟這個 我要開箱 這沒辦法 我當然會跟你分析一下 這個 你到底該不該換 你等一下再自己 參考看看 好 然後這個 金幣剩下會多三個 全部解完齁 你不要沒解完之後 跟我講為什麼金幣有少 你都戒指都拿到了 應該金幣是也會拿到 金幣會多三個 我自己是換LV20 LV20是消耗品 那 S裝的話 他不會因為你換球員 他就不見 除非啦 你把他丟到市場 讓他直接被尬掉 那我也沒辦法 那個 你自己想辦法 那這邊獎勵啊 這個加六的籤卡 我這邊試丟一次給大家看 當然我不會真的丟進去 那點數大概三千兩百萬 你自己在斟酌 三千兩百萬的話 我想想看 我們如果就比較簡單這個 我們就成紅文來看的話 大概可以換六張 不加倍啦 你可以加倍的話就是你運氣好 像我這種的都不會加倍 這個的話就是差不多可以換 三千兩百萬就是可以換六張 六張差不多就是 六八大概四十八億 五十億 手續費扣一扣大概三十五億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東西看成 如果你不想要 拿去炸 就是三十五億 那如果三倍的話就是一百億 就你自己在 斟酌 然後獎勵包的話 裡面主要就是一張超宗 那個就是 我們賭個希望啊 那你開到二十億了 就炸開來 二十億的話 還不如換這個三十億了 那但是如果你開到 像向少慶 像陳韻文 那就飛起來 雖然你說也沒有多多少 但是就是 相對有個希望 而且你還有國家隊的希望 所以就是說 裡面還有六加三啊 雖然說很多人 其實練一練啊 他六加三已經爆棚了 那他不練千卡 不練怪物卡 那六加三這麼多他也沒用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 你自己再看一下 SS藥水的話 我認為有缺藥水的 就是換爆 這怎麼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我自己也是推薦先換這個 SS藥水的 因為他是消耗品 而且他很耗品 他是很消耗的東西 尤其是有練怪物或者是練千卡的 這算是一個消耗品 那雖然很多人千卡都硬衝上去啦 那每個人練法不一樣 好三千鑽 三千鑽的話 我覺得你缺資源是ok的啦 但我認為 鑽石畢竟可以用廣告 或者是你慢慢去存 我覺得他就 嗯 可以先不用 可以先挑過 那三十一金幣也是有人在講的 三十一金幣的話 我認為金幣也是可以慢慢存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欸 我等一下講到 你自己在斟酌 因為下面這包啊 講實在的 除了那6加3啊 還有這個啦 其實都是比較偏金幣的東西 然後強化箱的話 我認為就是開9加6跟8加5 阿如果你是 可能你本來就沒有要 碰千卡了 你本來就沒有要碰怪物 這東西你可以跳過啦 我覺得 你要讀96 可以啦 但前期來看的話 就變成你的96 是要存到你後期用 好 然後這兩項的話 這個跟這個啊 LV20我認為 還是優先先換啦 有些人很多我知道 但 你可以看 去抓一下你的未來 大概要多少 一張大概 練滿1335要4個 整隊9張 打者9張的話大概36個 然後 投手的話 大概 7 6到7個 6到7張吧 不到100個都不要跟我說很多 因為不夠 好 然後S裝備基本上 很多人都湊滿了 那你沒湊滿的話我覺得可以啦 但是我是覺得先換LV20 因為你不知道會不會換卡 像我這樣子也是這樣 LV20丟我兩個 進去給1025的千卡視野 就後來發現 欸不對 我外野爆了 那我必須把視野丟到那裡來 又浪費了兩個 好那這邊講一下結論 這邊會有傳送門 會傳送到這邊 嗯現在這邊 好 這個的話我認為價值 如果啦 如果你沒有開到自隊的 那你也只能加減用一下啦 那你沒加成 就不太好用 那如果你沒開到自隊的話 我認為他金幣就大概算 算個40億吧 然後這個獎勵包啊 如果等他之後價格有回升的話 我認為你慢慢賣 應該也可以算個40億吧 然後SS藥水就很好用 那3000賺的話就是你廣告 看個60次 一個月吧 一個月就會有東西 然後30億金幣的話就是10拿 比較穩一點 啊這個就是拼96 所以我自己認為啦 我會換 簽名卡加6 拼個自隊 拼看看 拼看看 加6的簽名卡加減還夠用 但真的就是加減 如果 之後的話還是要往上連 然後這個的話主要是 6加3 可以加減存一下啦 6加3 你就是 如果這個開得好 啊然後這個 6加3又有開的話 你捏一下啊 上加7啊 啊上加7之後 後面再說 74的話有BP 那85就真的是再說了 然後SS藥水就是 就是如果你有練怪物跟簽卡 很吃藥水 這個有在練的都知道 基本上藥水就是會 先優先放著 啊真的用不到的話 也可以拿去吃一些新的國家隊 吃一次之後拿去 加2之後 上薪價拿去丟 就是還可以賺一點 一點點小價差 啊鑽石這個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有缺再換就好 啊金幣這個的話 我也是覺得你真的有缺再換就好 然後這個 強化箱的話就是 你還是看你自己的狀況 你如果沒有練簽 沒有練怪物卡的話 可以啦 因為這個畢竟算是 是稀有道具類的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三項推薦 我會推薦換千卡加6 然後獎勵包加上SS藥水 我會換這三項 那我自己也是這麼換的 大家應該有看到啦 自己也是這麼換的 不是說我今天告訴你說這樣換 然後結果我自己在那邊亂換 沒有其實 我跟你講喔 換這三個喔 然後自己講完之後 我偷偷去換強化箱 偷偷去換31 偷偷去換3000賺 反正大家都亂換 不要換 都不要換 好那 那今天這部就差不多結束了 就是 我覺得啦 這活動真的是蠻佛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 多參加啦 真的材料不夠 我就去市場找吧 只能這樣子啦 不然我也沒有辦法 我幫你們輸入一個指令 又不是 又不是什麼 什麼外掛 幫你們輸入一個指令 之後任務全部解完 就是慢慢去市場上面農 那我就認為說 你還是以你自己的需求為最大宗 你如果真的缺資金 你就換強化箱 這樣我覺得不用啦 好那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的觀眾知道 那我們下期再見了 掰掰